不虚传 就凭着这份油炸肉丸子 我就不信看完视频的 你还能死鸭子嘴硬说自己根本就不馋 如果你的朋友也爱吃肉丸子 可别忘了爱的他一起来观看 又是到了收割庄家的季节 此时也正是田里的长尾兔遭殃的时候 我的越南老表对于这种 大自然富裕的存天然上等食材 绝对不可能视而不见 他们动用了汪汪队前来助攻 只为将田里的长尾兔们一网打尽 但凡让他们逃走一只 那都是对美食的不尊重 可现实还是啪啪地打了脸 在混乱之中 总有一些身手敏捷的家伙 能成功地冲出虫围 暂且保住了老命 我的越南老表自然不是目光短浅之辈 他们将魔爪伸进了长尾兔的老巢里 果然里头藏着肉质更加鲜嫩的小可爱们 他们成为了大难临头士 被渣渣兔们抛弃的牺牲品 此时什么母爱不存在 父爱更别体 一窝窝刚出生的小生命 难逃这群美食收割机 而每当这个时候 我的越南老表们 也会自主地屏蔽了各自的同情心 这一个个小可爱 令他们垂涎欲滴 肚子里的蝉虫不争气地开始作乱 他们必须快马加鞭地收集食材 只见一只藏匿在草堆里 瑟瑟发抖的猥琐度 被眼疾手快的老表成功拿下 你瞅瞅在田野旁狂奔的一群老表 注定了狼舵肉少 他们正在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的戏码 这追逐美食的精神 我就问你服不服气 终于老表们舍得收手了 虽然收获还没有达到满意的程度 但他们此时更加迫切地 想要将这些小可爱们吞进肚子里 给蝉虫每一个胶带 被处理干净的长尾兔 整齐地串在了铁丝上 一个挨着一个还隔着一片树叶 为了防止互相粘连 这样的厨房小心机可不多见 一旁的小表弟 为了能吃上更多的肉丸子 正积极地抢着活干 即便被烟熏得有些不知所措 也难以掩饰他期待美食的 那副狂喜的笑脸 烹饪美食的顺序 当然是哪个不容易输 那就哪个先上手 这道长尾兔特色菜的做法 你一定也是第一次见 将滚烫的热油 直接浇到炭好的长尾兔上 一遍一遍又一遍地 重复着浇油的操作 直到长尾兔的肉色变得焦黄 那扑鼻而来的香味 直击我各位老表的味蕾 你瞅瞅这一只只兔兔外苏里 那的模样 你的哈喇子 是不是已经不争气地 潸然流下 接下来该轮到这群粉嫩的小可爱了 这个一口一个那是正正好 这可比你的小酒配花生米更得劲 将它们一个个的裹上面糊糊 再丢进油锅里 嘶啦啦的油炸声十分的悦耳 小可爱们很快蜕变成了 一个个金黄酥脆的肉丸子 一旁的小嫂子们 正故作矜持地忍受着空气里 弥漫着的香味 再坚持一会 真的只需要一会 一盘酥香的肉丸子终于上桌了 食物够不够吃 取决于它到底好不好吃 显然这盘肉丸子必须要抢着吃 火上一点灵魂占量 塞进嘴里 唇指流香 那肚子里的蛔虫 也终于得到了安抚 小表弟可不跟谁贺气 赶紧一个接着一个的炫了进来 但凡手速不够快 那都会造成人生的一大遗憾 肉丸子吃的还不够过瘾 被热油淋过的大兔兔 成为了最后的救赎 一人来杯小啤酒 这样的小日子真是太惬意 最后我再问你一句 今天的美食盛宴有没有差